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馳名 靚煲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尾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喂呀,你為什麼不看我啊 嘩,小姐,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是不敢看啊 蛤?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啊 不如你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止望你,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上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把握先機 人民力量 改朝換代 好,回來第三節 剛才毓文就走了 因為他太累了 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 這一節想問蕭先生 我和你很久沒有做過節目 其實經歷了這次之後 你對人網的發展 人網現在有一個問題 第一就是這個 其實我們決定 當然是決定繼續做 但是做 我也說過要rethink整件事 究竟是怎樣 因為這個要把它變成 結合了Apple TV來做 你可以把它上電視 還有怎樣可以結合到Facebook來做 其實那件事才有前途 所以其實 由IT開始做起 所以我們要開一個IT的 我們的網友 有誰認識IT的 一定要集資講益 把IT structure改掉 還有有些事情是怎樣 跟政治或者社區結合 這些是個別某些發展範圍 因為你透過某些節目 或者某些範疇 可以加強跟地區的聯繫 或者加強對某些市民 對組織或者對你的節目的認同 是啊 實際上最早期的時候 在選舉之前 大概半年 我和他動文和大家 都談過你的問題 當然那個概念就是社區電台 但當然 現在實際上 我都強調 那個Net Radio的網上電台 應該在短時間內 升級到一個網上電視 因為實際上已經做到這個效果 亦都跟大電波的電視沒有分別 舉個例子 亞視做到的東西 人網絕對一定做得很好 不知做到一定做得很好 因為現在它的製作很簡單 就好像我們幾個人 坐在圖後裏 做個報警 實際上運作的流程 基本上已經沒有分別了 在技術上也沒有 而且我們在內容上可以贏 其實選舉期間 老蕭和文彼都做過的 就去區做了 啊 現在 其實這些是好的 你令到居民 直接感覺到 還有覺得 你那個台 和他的地區是結合的 其實阿達其中一個選舉工程 都是用他的流動廣播車 每晚去到一些 多人聚集的地方 好像用樹頭講故事一樣 吸入了一些新客 老蕭可以修改一輛這樣的車 是啊 不過如果每天都要慢慢做 其實是挺辛苦的 但是那個 其實大原理就是 我們要提供了某一個 structure 給別人 然後做了一套 standardize 的東西 讓別人可以自己做才可以 是 open up 給所有人做 這個原理是這樣的 還有你說不辛苦啊 台長 譬如你一個人做五晚 你辛苦 當然辛苦 譬如你五區 那一人一晚 這樣就不辛苦 但是這個涉及了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技術的解決 技術的 solution 第二 你剛才說的 也涉及另一件事就是 QC 就是你找人做回來 你要肯定 那些做出來的水平 都是你要求的 以及做到你的方向 我們做一個 好像Youtube那樣 本身 rating的方法 就是這樣 就是越多人看的 他又會上 聽 他又會上版面 就是這樣 有些節目 這個情況 就可能首先 求了一個量 就在一個量的基礎上 再求質 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就是事實上 你看回這幾年 就是由人網開始發展 他事實上 有一個很強的功能 就是他訓練了一班 口才 和思辨能力很強的主持 這個就是DBC反擊戰 這個不是擦鞋 但是 你看到 自從區議會出來選 你不要說這麼簡單 你覺得 哇 整班出來選都會吵架 其實是很難的 首先 欺負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要出來選 那種恐懼 或者那種擔心 但是這個其實是透過人網的呼籲 再看看今次的選舉 你看到 很多候選人 就是人民的論述 他辯論那個能力 那些論述的能力很強 那些義工都聽得人網多 他真的要知道 他講得很厲害 那些人是拗贏人 那次那三個 太、側、黎智英 肯定是人網的朋友 真的 像黃沙這樣說 大哥 真的我們的聽眾 都抽人黎智英 你真是 你以為是開玩笑 所以這裡 常可以說一下 蕭先生這個堅持 我們前後七年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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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堅持 不只是說 節目本身 大家做得好 而是說 他真的提升了聽眾本身的質素 提升了聽眾的質素 在哪幾個層次呢 第一 就是他講話的能力 第二 他吸收資訊的能力 第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閱讀政治的能力 所以這個 不要單純 去重劃今次選舉的結果 作為一個結論 因為人網這個事業 網上電台這個事業 其實我想是香港近年 政治文化最大的影響因素 還有其他政黨 他們是看到 但是你要學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學極都學不到 我可以老實告訴你 兩三年前 我有些認識 就是我訓練過的人 是過了當中 去幫民建聯交網台 但是呢 就搞到無影無蹤 他們有試過在旺角擺街檔 梁美芬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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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聽下去 你覺得說就容易 但是做起來 譬如說 做這麼多年 壓下不倒 聽眾群越來越多 我覺得最成功的事情 我是訓練到 Mark可以做節目 還可以喊咪 這個真是經典 做了演員 先找開心事 我預備了一場特別場 就是這個一路向西 招待所有移工的 哈哈哈哈 一我找一場 就是他這樣 哈哈 阿Mark還做為演員 哈哈哈哈 我預備他做區議員 其實是 那這個要我慢慢訓練一下 你訓練一下他 但是我的方法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 他就搬了新者自留 附近哪幾棟大廈是哪個區 就是我們知道有哪個是選民 他天天去澎湖 認識三個 是啊 四年了 可以當時 三四年了 我希望他馬上說 色摩 他報警就糟糕了 哈哈 我們怎麼介紹信 他現在 我用一條頸鏈 就有幾個 幾樣東西 就是百合時 這個 這個 那些吸水 就是這個 水泵 水泵 這個 萬能酥 哈哈 哈哈 我告訴別人 如果你家裡的廁所漏水 24小時打給我 我都立即五分鐘說 我還要捉老鼠 對呀 捉老鼠 蟑螂 你這樣服務 三年下來 你是不是存到一千多票 其實 剛才你說的也不止 譬如大舊最近他們 搞那個人民公社 我覺得整個網上的平台 以致到人民力量 要結合這些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就是一個全方位的抗爭運動 所以全方位的抗爭運動 我們一直講 這個包括什麼 包括經濟上 包括文化上 包括社會上 包括政治上 你可以在一個設入點 不一定在政治上面 可能 很簡單 那個人想買一件便宜一點的東西 你買米而已 如果我買米 你的米是比維康百戒 他覺得買米 這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能夠抗衡這個超市霸權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 強而有力的接合點 所以網民如果 你懂得有什麼好的貨源 平靚靚正 又信得過 日常生活可以用的 隨時跟我聯絡 或者跟人民公社聯絡 透過這方面的貨品提供 可以打破香港的操控 所以我們就希望網友多些支持 找些貨品 以及支持人民公社 我們正在做人民公社 做了一段時間 掛著選舉 又沒有空 就是沒有很多心機去搞 另外呢 搞班也挺好的 好像公園會這樣搞很多班 很多學生 搞班也要的 那些班的人一副反應 又變成義工 他這個民建聯 工園會也好 他跟很多街坊建立的關係 都是靠班的 譬如粵曲班 太極班 游泳班 武術班 國畫班 那些地方是重要的 你要一個地方開這些班 所以如果我們義工 有不少這方面的才華的話 亦都可以透過這些班 可以建立和地區和社群的關係 小雅 剛才你說到 人網未來都發展 其實接下來你會想 一個方向 會不會說 投資方面會再增加一些 一定要增加一些 因為我們本身寫字樓 會做幾個更好的宗教 還有一個Master Control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畫面的質素 我想還可以提高一些 是啊 因為現在這個不是做到高清的 因為那些Capture Card 那些又是第二套的 那些Capture Card 那些是幾十萬的 一副一樣的 幾十萬 因為那些是專業的 那些是本錢來的 不過如果大家純粹說 內容來說 其實人網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 如果你再配合那些硬件 或者背後那些技術的問題 其實它跟一個正式的電視台 已經沒有分別了 遲些你可以想一下拍電視劇 現在沒有人看電視劇 是啊 投訴 投訴就有 看就沒有 投訴的數字高於觀眾的數字 我想是經典的 我想全世界沒有哪幾個 這間電視台真的服了它 另外就是萬必 你差不多都 你說你做議員的抱負 你都沒說 首先我要再次多謝第一新東的選民 很聰明 第二就是多謝新東的義工 這幫義工是令人感動的 他們每一個都有一些感人廢虎的小故事 最初民調低的時候 他們是很讓我擔心 是真的日以繼夜 早上四五點起床 去馬路中心插旗 七點鐘街站 可能是五點鐘開始插旗 是很令人感動的 所以入到立法會 一定是會竭盡所能去做 做些什麼大計 我還未曾有很清晰的 大計也要看看 邱文大救 幫我上一些速成班 我經常說千萬不要亂 你開始做的時候 就要掌握工作的範圍 我經常開政治培訓班 我都教一些人 做公眾人民也好 做議員也好 你學講話自然重要 你學什麼時候不講話 其實是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學不講話是很難的 所以你要兩方面都要掌握得好 是要有一段時間 真的要慢慢看 所以你進去 我覺得慢慢了解清楚的範疇 和委員會的運作 原來我們會談 我們三個怎樣分工 即是那十六個的委員會 我們一人起碼五個或者六個 大家分工進去 接著工作來年的重點計劃 我們三個有什麼重點範疇 要去推動呢 我想這一個 有什麼公共屋邨可以拿到地板呢 其實是 差不多所有房屋處的公屋 都有機會有地方給你的 但是你要問 譬如萬必可以先叫同市民民房屋處 新界東 應該高級一點的 我想在新界東開辦事處 你叫他提供所有新界東 有地區辦事處 可能的屋院 就要先給他 然後自己慢慢選 兩個方法 如果你已經知道哪個屋院 你可能想開辦事處的 就告訴你 咦我要去 譬如 這個大埔 譬如那些屋院你想去的 你不是說明那個屋院你想要的 那就看看有沒有地方 那 多數會找到一些的 立法會秘書處很高效率 我今天 開完票 乘車回家 站著打來 有文件 叫聲音來 出糧的那些 哈哈 現在津貼交到二十萬 就是可以 那個實報實銷 那個是辦事處的開支 包括所有租金 水電 職員的開支 另外大約有七萬元 就是你個人的收入 所以 那二十萬左右的開支 我估計可以開到四個辦事處 看你自己的計劃是怎樣 他的區域這麼大 應該是開四個 但是我覺得你不要夾 我覺得逐個開 你就不要一下 即是開三四個 你開完一個 折一個 因為你一下開得太多 就是上了軌道 學到怎樣去 善用那個 因為你人事管理一亂 幫賭亡 但是你在政府總部 都要請一班 政府總部你要 起碼兩個 職員幫你做些文件 寫一些政策 如果你要多的 可能做研究 抑文就厲害 抑文就四五個 我就是一個 因為我的專員 放在地區 你看看你自己的分配 另外地區上 你要處理很多 瑣碎的事情 即居民的投訴 看看你會不會搞活動 他們現在就說 是不是要派月餅呢 都是時候的 但你開不及了 派月餅是九月尾 今年要派月 都是九月尾做 都是九月尾做 萬必 除了大學說 我覺得今年會比較難 因為這是基於香港現在政治形勢的急劇改變 很多問題 很多議題 就會突然爆出來 舉個例子 例如國民教育 可能一個月前 你看不到 會去到這個結合 我懷疑 立法會開了之後 兩陣營政權 裡面會有很多矛盾 很多問題 會爆出來 而立法會裡面 這些情況 可能應接不下 所以我想請教大學 譬如國民教育 這個議題 不是新鮮的 但為什麼 一向來的議員 沒有去重視他 譬如新鮮東北發展 那個矛盾 好像是最後一天才知道 譬如新鮮東北發展 其實講了幾年 早幾個月前 在立法會申請撥款的時候 都適合到新鮮東北沒有撥款 在會議上 很多議員都問問題 包括我在內 黃成志在內 很多議員都不斷問問題 但是當時 第一 可能到了會議的尾聲 焦點去了拉布 所以這些問題 沒有什麼人特別關注 雖然有些議員 在會議上的延遲都很激烈 但是你沒有群眾的配合 你沒有群眾發起的運動的配合 你只說完 那些記者也沒有特別關注 你看到香港最近這幾年 近期 連續兩件大的事情 都是群眾運動 牽著議會的鼻子走 其實高鐵一樣 高鐵也是群眾的反對 而迫使到議員要回應 超過7000人 萬七人 聽著難怪慢得那麼厲害 就是這樣 譬如蔡元川也是一樣 國民教育 也都是學生的運動 反對國民教育 而導致到議會回應 其實萬必每次都是這樣的 政府拿一件事出來諮詢 就算有一兩個議員覺得有些不妥 但是群眾不會覺得 他是剛剛去到一刻 他突然點著群眾 又是閉身那一刻 整天才吵 那譬本就說 早做完諮詢的時候 你又不吵 字字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去到 譬如你說這個 新界東北的發展 在會上我也連續問了兩三次 他們就說已經諮詢了 新界東北受影響的那些居民 特別那些牌照屋 或者是那些農地的居民 他們就說是全部接受了 諮詢了 沒有問題 他們接受這個賠償方案 我在會上問了兩三次 因為我不是那個區的議員 我不是很熟悉那些地區的居民 他們說答了 沒有問題了 諮詢了 那過了 然後財委會過了些賠償的方案 然後過了一個多月 那些受影響的居民就 就蹦蹦聲 因為已經 因為呢 問題就是 當初政府下去諮詢的時候 政府沒有具體的方案 怎樣賠償的 只是聽了意見 就說 到時如果是這個 這個清產 政府應該會怎樣處理 講完一輪 較為虛無飄渺的事情 那到你通過了一個方案 你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一拿下去的時候 群眾的反應就不同了 你兩個之前跟我說 如果一拆 我就會賠給你 那到時就算了 那些居民會會這樣 咦 你的財委會一通過撥款 就是拆的了 因為財委會還沒撥款之前 任何東西都是計劃 還沒動的 但是你一撥款 一通知 那些就是具體執行的 反應又不同了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到群眾真的有反應的時候 我經常就說 喂 過了廟了 通過了 不過基本上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過了才吵 不過你剛才問那個問題 其實就很有趣 因為呢 When does a issue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不是人為控制的 這個是幾個因素 撞出來的 撞出來 有時候譬如說 報紙報大一點點 編輯起了題 正一點 那就已經可以點著把火 所以有時候 你的媒體的觸覺都要夠強 就是好像說 朱澳大橋 我最早反對 那時候立法會 只有我一個頭 反對票 是吧 其他政黨好像在做夢 譬如你說這個 東九龍的發展 就是觀塘和啟德那些 那些發展 其實東九龍發展很大問題 是吧 政府某程度上 就是輸送利益給某些特別財團 是吧 那我在立法會提 又只有我一個頭 可能到了遲些 真的有某些發展 影響到某些居民的利益 那時候呢 那些人又撲出來了 但是剛才你說 你可能要加多一個Point 就是媒體的效應 就是據個例 你吵了之後 報紙不報 那基本上可能整件事就 這個涉及到 香港傳媒的疏難 譬如你在外國 很多的傳媒 做很多的所謂 就是Investigatory Report 那你透過某些主題 喂 你作為傳媒 突然間政府公佈 這個東九龍發展 你是不是要去刮 那些故事 咦 東九龍發展背後 有哪幾個大財團的利益 在這裏 東九龍發展政府 這樣的決定 成立一個特別的辦事處去做 究竟 對居民的影響是怎樣 應該傳媒做很多這些法國才的事 但是我所知 其實現在不是前線記者 不一定不做 而他去到中層的管理那裏 那裏已經被困了 你的腦袋告訴你 不用做這些 你做其他事 以及當區的團體 當區的議員 又可能疏懶 對喔 那些人是 所以剛才你問的事情 其實你進去的時候 首先 政治的觸覺 要比較敏銳 有時候有很多文件 看 你不知道哪些 突然會爆出來 但你不可能自己看完 所以你聘請的人 也要有這件事 現在香港其實很看 捉不得到三筆 就是國民教育 因為那本教材寫了 進步無私團結 然後整個所謂炒起了 DNG 就是因為有個店員說 大陸人拍照就可以 但香港人拍照就不行 所以炒起了 其實就是一個政治影響很大的效果 舉個例子 例如國民教育這件事 最初估計都會影響到立法會的選舉 你說學生開始絕食的時候 但是大家的理解就是 一般會對整個泛民有幫助 但是 張口就不是 如果你看那個投票率 例如你說如果投票率低 泛民的得票可能相對地又會少 所以 國民教育是導致 我想特別那兩個功能組別贏 你會計界 和科技界贏 我相信 我相信和這個國民教育的運動有關 這些中產很關注 當初梁振英上課 我們說對反對派 或者對民主派會有利 但現在的選舉結果出來了 又覺得這個因素幫不幫忙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 已經那個規則頂住了 其實他們原本已經預備大勝了 他們做的功夫 報上去說會大勝 其實已經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這一個是 有些消息 小道消息說 今次梁振英不退 其實建制派出來選的那班是很生氣的 因為如果他退 整件事 結果對他們更加進來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看一個星期 即幾天之前 即選舉之前幾天 建制派要求 退遲這個國民教育 而梁振英就應他們 建制派要求退遲了 嘩 那個選舉結果更大 是啊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在這個議題上 保皇黨和梁振英沒有討價還價 譬如你政府想著 五年不再重提 為什麼你不打張牌 給民建聯上 然後他成功爭取 如果一絕食 你立即就打這張牌 我想局面會更加壞 梁振英已經打了那張 什麼天橋起升降機 那些 天橋起升降機 幾年來 在立法會是不斷討論 那千多項工程排隊 立法會已經談過了 那些根本是前朝已經做了事情 做了設計 已經定了哪些地方先做 到動工的時候 梁振英走去辦事 其實他完全沒有參與這個規劃 大家剛才問到一個問題 其實我可以算得上是我們現在的救命草 其實這是梁振英的性格 他覺得榮耀要傳歸於他 錯誤就是傳來別人 所以他不會打領牌給民建聯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這件事要下牛急 要北京按鍵 不是香港自然 你差了兩天 你按了鍵 譬如我決定說我五年不再提供 我遲一天公佈 但是我有一回答你為什麼 你知道北京很亂嗎 今天習近平還不能出來 現在傳言說他撞車 九千多萬種說法 聽知 然後就是何國強和他交通 這真是奇怪 習近平本來就說 見丹麥那個我以為沒事 結果又出不來 這件事真是奇怪 這個一定是出不來 現在有幾個說法 姑且告訴大家 其中一個就是車廂 即是撞傷了 另外一個就是油水整箱 油水整箱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現在是雙重的 雙重到幾天出不來 而外交部是給不到一個解釋 這是最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想 現在整個香港問題 撇開其他東西不說 大的問題要處理 要等到十八大 但是股票又沒有怎麼動 以前這些政治議題 吹兩吹 老蕭就熟了 不是因為歐洲 現在在買近短債 還有美國就來QE3 其實頂住了股市 這兩個是放鬆銀根 所以呢 還有香港的樓價 有動過給你看看 有動過 有動過 好恐怖 他幫了一個十招 他講完之後 地產股是升的 不是的 你去新那個說 動那些工廈做這個 又製造另一個炒風 所以 他每講一件事 是製造某些炒風的 譬如說 開放這個 居屋 給免地價可以出售 又導致居屋 砰砰砰砰炒到七八千元寺 他說要開放這些工廠大廈 就導致工廠大廈的價錢 又砰砰砰又炒 所以梁振英 上場之後製造了很多炒風 給這個房地產 我看這個 他身不由己 因為現在香港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梁振英 他自己想著 放在他那裡 因為後面牽涉那個 記得利益太多 還有他自己要處理的問題 他都要看上面 十八大開了之後 哪條線畫事 才可以做到 再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明天晚上 你們都沒有空 手拍 這個一路向西 大家知道 又是世伯做瓢客 扮演瓢客 愛明飾演106 106 106是他的號碼 看不看得到的 人們多到看不到 愛明飾演106 這部電影是很好笑的 但是我預備 下個禮拜一、二 我找到地方開一場 專門招待我們的義工看 喂 坐不完 五六百塊 不夠位 不夠位 要撲收盾球場播 露天放映 露天放映 這部電影估計 可能是今年的票房紀錄 現在看的走勢 一路向西 會過這個低俗戲劇 是啊 應該開二百多萬 你那個什麼2D和3D有什麼不同 你可以便宜一點看2D版 如果你想立體一點 就看3D 你還有一個3D IMAX版 五層樓不高 震撼 那你會建議 我們明天是不是看五層樓那麼高 是啊 那要來了 我當初沒空 台長 你不要練拳 我明天要練拳 自從這個選戰之後很久沒有練 不行 但是如果一路向西提早放映 會不會影響選情 上個禮拜播 蘋果又抽多你一個 是啊 所以我不敢在上個禮拜試影 我想一下 選完之後才試影 那你那些義工的招待你是播哪一個模式 看到覆到什麼戲院 怎麼都3D的 不會看2D的 好 好 我們這一節就結束了 好似聽說你今天做四節 三節和下一節 OK 待會再回來 嘩 Jackaline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aline當然怎樣 相信我 Jackaline超級 你說誰 連Jackaline也不認識 當然也有暗瘡 由Jackaline 沒有暗瘡 現在沒有暗瘡 我心翻山 由Jackaline沒有暗瘡 香港日網大革地呈現 聲明網購熱賣流行榜 又到我Zero介紹優惠的時間了 在現在科技這麼發達的社會裏面 沒有一兩隻USB手指旁 做起事上來真的很不方便 但是一般的USB手指又沒有特色 那怎麼算好呢 第一位 人網全新推出的8GBUSB造型手指 除了有美女袁利明和愛明的造型之外 還追加了大舊、劉翁、萬必、聲洩醫生和林宇洋 連同舊友的蕭若元、黃毓民和潘兆聰版本 一共10款 原價640元有5隻 現在特價350元 就可以在10款裏面 任選你最喜歡的5款來買 不就不再說了 最重要的是街外一定買不到 夠浪費特別 讓我補回之前買不到的幾隻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點 精明網購熱賣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財地贊助播出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射箭 跟一般的射箭同內約不同 那裡是由香港射箭總會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跟Wayman Lee負責教導 他不只風趣 還很用心教 咦? 那適合我了 那地點在哪裏? 在港鐵荔枝角站A出口 想知道多點詳情 可以打2515-1161 或者www.bermond.com.h 看看吧 食點心 我要有創意 點點心 點心專門店 陳榮獲Timeout Magazine 最佳點心大獎 紐約新聞周刊2012年 全球101間最佳食股 冷手點心推介 脆皮鮮蝦腸 真是菠蘿包 燒汁釀茄子 芥末咸水閣 太子燒買王 出名不一定貴家 點點心為人民服務 還不快去灣仔天樂里 旺角通賽街 佐敦文英街的點點心 記得吃一碗 蛋白杏仁茶才好走 人民力量 改朝換代 先說一些選舉 不要說 其實那個選舉的席位少 主要就是對香港前途的擔心 我個人在這次選舉中 學了很多東西 即是我六十幾年都學不到的 親和力 我現在的親和力很厲害 因為選舉無緣無故學懂得這件事 即是這樣 我有時都說是毓民 毓民有一句口頭 經常說 甚麼說 交友為虎 住敵為樂 住敵為樂 交友為虎 我經常說這句話 笨蛋 即是你講政治 講選舉來講 你用這個原則做事 你只會令自己製造障礙製造困難 你真的要搞政黨和搞選舉 你沒有可能用這個原則 即是阿Q自己安慰自己 他這樣說話 他落區也有很多朋友 即是 劉翁和萬必 以及Erica 我們都是看著他們進步 是不是贏到職位也好 即是人已經進步了很多 聰明了很多 選舉是令到你的人多元化 成熟了很多 不過大家說選一次 不知短兩年 短兩年 選了多少次 十八次 因為斷了三十龍 我們說了 人力說了 其實看其他保衡黨的選舉工程 都可以有啟示 很多人不太明白 劉光華為甚麼輸 其實很簡單 你民建聯的三席 你計算數 你那個總得票 那個分佈 就是總得票額不夠 民主派的三席總數多 所以你一定是三二分 除非你民主派那個分佈 是很不平均 一個拿成 即是二十幾三十個巴仙 另外那些是十幾 或者是近十 那你有機會贏三席 那這個情況 就出現地區選舉了 因此